我們來看一間1187呎的雲景海景三房套 它是由電梯片開始走出來的私家大堂 還有一個搬鞋椅 床底可以換一下鞋子 進來這個廳真的寬闊 還有擺位也很鬆動 主要它做了一個托門 而走出去的露台也相對大 擺位也不錯 也很舒服 看看這邊 這裏是一個客廁 客廁和兩房間差不多不淋浴的空間 也夠大 站過來 轉過來這邊 就是一個小小的睡房 這間睡房是轉過車 看看花園那邊 實用率也不錯 你可以當作書房或者小朋友的房間 再轉過來這裡 就是廚房的衛宜 廚房是相當大 它是分為兩邊的工作檯面 這邊是洗的 這邊是煮的 這邊是煮的 有雪櫃 有些工作檯面 這些可以放一些小型的電器 還有一個大的升盤 配合伸縮的水龍頭 上面都有很多收錄的空間 MIRROR的洗碗碟機 這個小件 然後有一個酒櫃 蒸焗爐 然後MIRROR的明火爐和電池爐 還有一個蒸焗爐 這邊就是一些層架 還有一個小的露台位 我覺得都挺好的 然後再轉過來 就是一個工人房的空間 工人房有工人池 工人睡覺的地方 比較長條一點 OK 這裡就去垃圾房 那就不需要 特意經過自己的私家廊廟出去 然後我們轉去這邊 這裡就是睡房區 好 房間都特別大 所以為什麼1100呎 他做三房套的原因 就是想把房間和廳做大 樓底有3.15米高 這邊外面就全開營 這裡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的長度闊度又再大一點 這些擺位就真的很容易擺 我自己擺放就是這些 借用窗圖位做一個燒桌 電腦袋化妝套 看著可以化妝到幾出相 這裡就是一個衣櫃位 做一組L型的衣櫃 然後這裡就是主人的浴室 除了淋浴之外 還有一個浸浴 所有東西都齊了 很棒 次的單位大概是3.25米一呎 你覺得值不值得 你覺得值得更快 你可以建造的 如果你覺得值得更快